说到了谷歌字体 就不得不再谈谈谷歌分析 这个笔是新买的 笔触有点细 下次还是换成那个拉米 虽然这两个笔都是0.5的 但是还是那个笔 感觉更好一些 露出来效果更好一些 这个谷歌分析是什么呢 简单的说 它就是一个计数器 它可以统计你的网站 一天有多少人来过 是哪的人来的 什么时间来的 它是用哪个浏览器访问的 访问的是哪个页面 通过什么关键词来的 等等等等 数据非常的详细 我们如果做外贸网站 建议打开谷歌分析 因为谷歌分析 我们在国内无法打开 你的用户也无法打开 如果我们做国内网站 中文网站 建议不要使用谷歌分析 同类的软件服务有很多 最简单的就是百度统计 我在用 还有一个是CNZZ 我也在用 所以说如果你做的是国内网站 面向中国大陆用户 千万不要使用谷歌分析 它这种东西是怎么用的呢 我先说一下理论 这是你的网站 用户在打开的时候 会加载100项 100项这里面有图片 字体 CSS GS等等 需要有100个请求 谷歌分析 或者叫百度统计 它们俩是一个意思 我们去谷歌分析 它有一个网站里面去申请账户 然后它会有一段代码 如果是百度统计 我们去百度统计的网站 先申请出测 然后也会获得一段代码 这段代码就是GS代码 我们要把这段代码 给它放到 这个Wordpress主题里面 一般的主题里面 都有一个叫主题选项的东西 这个主题选项里面 有很多内容 有关于字体的 页头的 排版的 颜色的等等 其中有一块叫做代码区 这个代码区可以让你 自定义CSS或者GS 还有一个要添加统计代码 一般它这里面会有一个 就是它的后台 会有一个让你添加 统计代码的一个框 或者上面就写着 让你把谷歌分析的代码 粘贴到这里 BE主题 Avada主题 都有这种自定义的框 它都预留了谷歌字体 或者统计代码的这个口 让你添写 很方便 如果我们做国内网站 千万不要添写谷歌分析的 那为什么呢 当我们添加了谷歌分析的代码之后 然后点击保存 这时候呢 页面在加载的时候 这是前台啊 你的访客看到的页面 在加载的时候 看到logo 内容 图片 都可以看见 这100项所生效的东西 都可以看见 唯独这个谷歌分析 你是看不见的 除了谷歌分析 可能还有一些别的啊 咱们就说谷歌分析 这段代码 它是无色无味 你是看不见的 用户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会加载 如果你用浏览器的审查工具 可以看到 它在加载的时候 有一项 是谷歌分析的一个链接 它是一个好像是GS 这个GS是有你的ID的 比如说 你叫12345 这段代码里面 有一个叫12345 或者叫探针 它会把这个针 植入到你的网页里 当用户 这个访客 这个访客一 打开你的网站的时候 就会打开 谷歌分析的这个文件 同时 它会给谷歌分析的 这个服务器发请求 然后可能还会传回请求 这个请求 是在用户看不见的情况下 执行的 因为这个用户的信息 它是什么时间来的 用的是什么浏览器 什么电脑 访问的是哪个页面 这些信息会被传到 谷歌的分析的服务器里面 只有传到这里面 我们以后在看的时候 登录谷歌分析的服务器 才能够看到访客的信息 是什么时候来的 他们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通过哪个链接来的 通过哪个关键词来的 这些记录都会保存在 这个谷歌分析的服务器上 但是我们在国内 有的时候是不能访问到 它这个链接的 就是传过去 传不过去了 传不过去怎么办呢 看那个网页 它一直在加载中 甚至加载了一分钟 都没加载完成 如果通过检查工具看的时候 就是谷歌分析的 这行代码里面的 那个链接文件 是红色的 是无法访问的 这100项里面 其中有一个 是谷歌分析的 是红色的 是不能执行的 换句话说 你的用户 国内用户打开网站的时候 不能把信息传到 谷歌分析的服务器 也就没有任何作用 反而还会让它在打开网站的时候 速度慢 等待时间长 一直显示加载中 用户体验很差 所以我不建议大家 使用谷歌分析做国内网站 可以使用百度统计 或者是CNZZ 这方面的服务有很多 都是免费的 方法是一样的 注册之后 获得一段代码 把这段代码 粘贴到 主题预留的给谷歌分析的 那个框里面 放到这里 点击保存 访客同样在打开这个网站的时候 可能会变成101项或者102项 这个百度统计仍然是无色无味的 用户打开的时候是看不见的 但是其中有一个请求 或者两个请求 会访问到百度统计的服务器 会把用户访客的信息传递给 百度统计数据库里面 让百度统计的这个服务 或者服务器 能收集到用户访问你网站的一些信息 可供我们以后分析使用 对于一个长期经营的网站来说 这个百度统计 或者分析代码 是很必要的一环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Ochair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fendim 이신便 鸣达独栏